小姐姐追剧 朋友 你想明知署借钱创业吗 你想见回一个控制欲超强的男朋友吗 你想为爱低头 为爱为谁 为爱自杀吗 都不想的话 说明你还比较正常 大家好 我是画很多的小姐姐目里黑 今天90后的我来给大家 把一部90后看了想打人的 90后北漂青春奋斗剧青春斗 前方全员我人参赞 北方师范大学里头 有一杆平平无奇的女生情势 里头住着女生前辈辈 学霸丁岚 创业作家余惠 活一天到晚穿个睡衣 要么吵架 要么斯逼的rapper像 又是一年春来到 今天新生来报到 象征在情势里拿着望远镜钉帅锅 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都看到她的男朋友赵冲 在帮小师妹搬行李 yohoo 说实时那是快 只见象征夺门而出 开始了百米充斥 她的生意与闪电般迅速 跨越重重阻碍 展现了一名运动员 顽强拼搏的精神 老娘大个热水热到你了嘛 热水那个没有把那个寡皮躺死哦 跟老起 象征度和男朋友赵冲 偷偷溜进了学校的历史资料馆 赵冲随手想拿书 被象征喝斥 磨乱碰 但下一秒 她国人背靠书架 抬起腿 虽然镜头没有拍到 但我们可以推断出 她的着色彩在书架上的 朋友 比比你男朋友过分多了 你晓不晓得 我刚弄个觉的嘛 赵冲的操作也开始烧了起来 她脱掉外套 准备打地铺 打地铺 你们大学生 都是应该多运动 愣个一哈哈都累了 好巧不巧 那时有个教授来拿书 赵冲扯起衣服 都给别的老扣上蒙了过去 教授蒙了 我也蒙了 更秀的是 那个衣服的包包头 还有学生证 精彩 象征 被搬出寝室的是 有一会儿一顿洗脑 啥子青春需要奋斗啊 青春应该有国人的事业啊 我们象征同学 保重的研究生也不想读了 都想去创业 创业使他青春 创业使他快乐 创业还使他失恋 他的男朋友不支持他 他都赌气说分手 谁先低头 谁是狗 为了创业 狗斗狗 你还是我男朋友 于是冤大头赵冲 借了6万块钱给象征 那种战术投资 果不其然 就打了水漂 再来看看哲学系的学霸 丁兰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丁兰的男朋友高原是考试重地 丁兰呢 残联了过去三年半的大行迹 立于想象力比赛 期末考试的第一名 都在这最后一年 他被高原夺走了第一 的宝座 丁兰那个气呀 回到秦室闹自杀 象征让高原给丁兰道歉 考第一有错吗 反正高原就觉得国人有错 他不仅道歉 还表了个白 丁兰觉得 遇到一个主动给国人表白 成绩又超过了他的难题 不容易 而且四优们又在此后 丁兰一想 大熟四连不谈个朋友 可惜了 就答应了 弯弯没想到 两个人确定关系后的 第一过生日心非的话题 竟然是 你那个 哲学院联导度 怎么能考95分呢 我觉得我全拿上来了 也就只考了个92分 熟霸的恋爱 我不配 打早了 告辞 两个熟霸约好了一起去 德国木里黑大学继续升上 丁兰说国人不可能考不上 布里一定考得上 但是你绝对去不了 最近果然按照我们想的那样发展了 丁兰的求学路上半路 杀出了个苏大强他老婆2.0 为了阻止女儿出国留学 他妈把他的一堆证件 剪了剪 烧的烧 我还是那句话 烈药是我妈 他砸锅卖铁都得让我去 唉 可惜我爱丽哲学 不是这个过 我们再来说一下 被陈公瓊洗脑的余慧 他在出版社编辑于凡的帮助下 已经出了7本书了 于是他膨胀了 他要开公司 他要当老板 他的魅力还感染了象征同学 看上去他的事业一片光明 偏偏他的合作伙伴于凡 刺过渣男 这个渣男在他的前女友和现女友之间反复横跳 他还对于慧有那么一点意思 霸里话外疯狂暗示 但他不知道于慧看着他只有 说号两个字 所以没有得到回应的他 当然不愿意好好支持于慧的工作啦 大家还记得以前我画的重点吗 渣男的套路真是母猪带胸罩 一套又一套 于凡的那个线女友叫靖小丽 是个连人的恋爱佬 对男友没有安全感敌他 只能靠跟踪尾随和自招威胁 来勉强维持感情这样子 这个小妮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子 她不仅和象征败了把子 后来还和寝室四姐妹合体 进化成为北京版欢乐颂舞美 最后我们来摆一下大长腿女神前贝贝 她也面对送上门来的狼玩儿不为所动 一心暗面男神神言 可惜男神明朝有主 她只好一直担起 这一天 高原约塑料姐妹花门一起耍 象征不相信前贝贝不会游泳 你和别哥当了四年的好闺蜜 连那个都不晓得 于是象征把前贝贝推进了泳池 媚儿说好听点 李列叫恶作剧 说严重点李慈怕是在故意害人了 前贝贝再站直了都不得淹死的泳池头挣扎呀 一过矫健的身影扎进水头把前贝贝捞了上来 应该对此事负权贼的象征 无有一点愧疚 前贝贝的旱面着陆罗了 要向真下水去找 她却说 我这刚出完头发 旁边的男娃儿又一次帮了前贝贝 旧人又旧旱的男娃儿叫陈宇 是戈壁大学的学生 她提出三个要求让前贝贝选一个 作为答谢她的报仇 让我闻你一下 要不你们闻我一下 要不咱俩相互闻一下 你听听看那是人说的话吗 那个陈宇是个死缠烂打型选手 和前贝贝好上之后 都暴露了她控制欲爆棚的问题 为了让前贝贝每分每秒里陪着她 她把镜子砸了威胁她 前贝贝逃回学校之后 陈宇每天抓磨硬炮 我没别的意思 我不是想伤害你 我就是太爱你了 那个干贼男强行爱你三连 又把前贝贝骗了回去 那下好了 前贝贝直接斗着陈宇 锁到屋头软禁起来了 流逼吧 流逼的事情还多得很 你们可以国人接到起看 那只是前几集的剧情 反正那部青春斗 我看到最新的几集 根本没有讲到什么是青春奋斗 他们只是在全员满夫的那种斗 我们也许可以从一些角色身上 看到国人的朋友 同学的身影 比方说我妈都看得特别奇迹 她还说 那部讲的都是你们那群人嘛 啊 妈妈 你是认真你吗 我打两台起都开始奋斗啊 我的青春事件套 是动漫小说游戏电视剧 我的男朋友是那个那个那个和那个呀 请问我是一个人吗 嗯 好像有什么不对 不管了 反正青春的你应该转发评论和点赞啊 青春的粉 友谊的粉 关注话很多的小姐姐们 成为我们的粉